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英法火烧原明园背后的三个谜团,到底是因为什么而烧呢? 众所周知,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很多让国人无法启齿的事情, 自从1840年中国和英国鸦片战争以来,中国就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凌辱和侵略,先是英国凭借着自己的尖船力炮,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,紧接着而来的就是法国、英国和俄罗斯,在这些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中,如果要说对中国伤害最大的一个国家,那就是俄罗斯了。 因为大家都知道,俄罗斯这个国家是中国近代史侵略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国家,众所周知,清朝时期中国的领土版图是秋叶海棠,可是到了晚宁国末期中国的版图,已经变成了雄姬。 可是你知道了,其实在中国近代史上,除了俄罗斯之外,还有一个国家值得中国人民警惕,那就是昔日雄剧世界第一的日不落帝国。 因为大家知道是英国是最早入侵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,而且还是最早往中国属于鸦片,腐蚀中国人们精神邪恶国家之一。 其实,在晚兴末期的时候,中国人对英国人整体印象还是很好的,总是认为他们是比较文明的国家,因为他们总是以一种衣冠楚楚的形象,出现在中国的各个地方,各个场合。 可是,如果要细数晚清时期英国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恶行,你就会改变对英国人的看法。 1860年,是所有中国人都不该遗忘的一年,因为在这一年中国最有优秀的北京皇家园林园林园,被英法联军给焚毁了。 可是,去留下了三大历史悬案,至今无人能解,那么问题来了,这三大历史悬案都是什么? 第一,火烧园林园,法国到底有没有参与,几乎在中国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里面,讲到圆明园这座规模宏伟的皇家园林的时候,都会说到是在1860年10月份,被英法联军抢劫,并得到焚毁。 其实,经过后来翻阅一些相关的史书和专家鉴定,当时抢劫圆明园的时候,的确是有英国和法国两个国家。 可是,当时的法军林显是反对火烧圆明园的,因为,在他们看来,主政大清国的满清政府即将答应议和条件,而此时在火烧圆明园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,不但不能给英法联军带来任何的实际利益,反而会激起中国老百姓对英法联军的反感。 第二,圆明园被焚毁的具体时间究竟是那几天,据史书记载,英法联军是在1860年10月7号和8号的时候,第一次大规模的入侵圆明园皇家园林,并在圆明园里面大肆抢劫和掠夺,里面那些离朗满目珠宝黄金,稀有珍贵的文版字画,统统非细节一空, 就连门口大纲上面镀的一层金箔都被英法两军给挖走了,不过,后来在10月18日和19日的时候,英军又先后派出三波军队火烧圆明园,大火足足持续了三天三夜都没有停歇,因此,后人在讲到火烧圆明园的时候,就会说是两个时间节点,一个是10月份的7号、8号,或者是10月份的18号、19号两天, 不过,圆明园被毁究竟具体是哪一天,至今依旧还在争论,第三,新华英军火烧圆明园的真实目的是什么,说到1860年,英军火烧圆明园的目的,相信很多人都会想到的是毁尸灭迹,其实在很多史料里面也都支持这一种说法,说的是当时供入北京的,英军和法军在抢劫完圆明园之后,担心会留下证据被后人诟病, 就一怒吃下一把大火,将自己的罪证毁得干干净净,不过,后来的英军统帅格兰特,却在他的个人日记里面,吐露了火烧圆明园的真实目的,让无数国人愤怒不已,格兰特写道, 因为清政府对大英帝国带来的西方文明过分抵触,并对前来散播文明扶持的英国人大肆图露,残杀,因此,英军有必要对大清帝国施以言诚,因此火烧圆明园就是最好的报复, 不过,也有专家和学者,对格兰特的这份日记提出质疑,认为英军火烧圆明园的主要目的就是毁掉自己的丑恶罪行, 让后世无法进行孤让英军给清朝带来的实际损失,以免被后世追责而已。